请来拜讲义第四十二页 昨天讲到六度波罗地的十日节 请读习一下 你看幻灵点 故事是对自己的奸贪 就是吝啬 还有贪等人业的心 希望故事就应该从内心深欢喜心 而且故事以后应该要发愿一下 再看四十三页 丁二 十的戒 十的戒的目的是要对峙我们的造作业 凡夫因为十的戒而能够得到清凉的火爆 小的可以升天 得到无量 无得 大的可以成就 阿诺多里三秒三秒 十戒 我们应该不要只是求天上的快乐 而应该只求就近存活的同上的火 所以十戒 是对自己的恶业 今天请看四十三页 第十六号 从丁三开始 讲解 十戒就像烹灯片所拨动 这大族由十戒波罗蜜而申请摄律一戒的功德 接下来你十戒很清净的话 你的心就能够做到安忍 所以丁三 安忍也叫做忍入波罗蜜 是目的要对峙自己的称惠 有些人 他动不动就容易发黄气 表示他称心很重 所以他特别要修安忍波罗蜜 所谓安就是指心安而领河 忍是指心安住在法上如如不动 忍不单单是指忍入忍耐或是指忍一切 所谓人事物的痛苦 可是忍最重要是心安住在法上不动 忍以后还要消耗它 昨天教对逆境 苦境或乐境 要修像彩虹一般如梦如幻的如幻形 所以你忍了以后还要了解一切法不是真的 是暂时的 是不会永恒的 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修长远的安忍波罗蜜 请看二十七宗 于求善福诸佛子 愿拜犹如大膀胀 不于愿拜舍愿心 而修安忍波罗蜜 请看解释 对于希望求得善行的佛子而言 所有一切会危害我们的人事物 由于能够锻炼我们修行成佛的正因 就叫安忍波罗蜜 所以我们反过来要想 怨敌或是伤害我们的一切东西 其实在修行上反而是一桩好事 它就像一个大老的护长一般 为什么呢 因为假如我们在这个说国世界 什么东西都很顺利 工作也很顺利 做人很顺利 久而久之呢 你就会骄傲 就会瞧不起别人 甚至呢觉得全世界呢 我最了不起 这样子的话 从成佛的角度来讲是不好的 为什么呢 它会增长你的我值 骄慢 还有狂妄 好 本来呢你碰到很多困难 你还会谦虚的去学习 现在呢 你没有困难呢 就会越来越骄傲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修行人遇到困难呢 这是好的 不要认为困难就不好 困难要看你怎么又去用它 用什么心态去面对 所以他说 因此我们应该去对修所有的愿离 伤害我们的人事物都无所愿求的安忍 有关这一点 狗子行应该特别的思考 而且去实践 我昨天虽然讲了一个西藏的故事 就是媳妇很想害婆婆的那故事 可是问题是说 从修行的角度来讲 你应该觉得 婆婆磨炼你 这是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不磨炼你呢 你不会媳妇熬成婆婆 对不对 你不懂事啊 慢慢不经一事啊 不长一智 所以在遇到人事物的时候 这个安忍窝罗地很重要 他从两方面说 第一 这是我们过去的夜跟烦恼 所以你躲也躲不掉 第二 在你内心里 反而要感谢了这些愿离跟伤害 他是来帮助我修行的 所以就像磨刀子一样 各位有没有看过 像下刀子不立的时候 拿什么 拿石头 越磨就会越立 我们的心也是这样 常说句话常说 滚动的石头啊 他不会长青苔 你注意 额头里面呢 常常滚动的石头啊 他就会很光滑 假如这个石头不滚动 放在那边久而久之呢 就会有很多青苔 就会长草 最后鱼跟虾 就会做了他的房子 所以滚动的石头呢 是表示他经过磨炼 所以他就不会长青苔 请看幻灯片 所以在所有经论里面呢 安忍波罗密最好的榜样 就是《法华经》 释迦摩尼佛的因例 常不清 菩萨 他是一个比丘 对一切好的他也忍 坏的他也忍 所以他领尽一切诸佛而成佛 他不敢轻视一切的众生 因为一切的众生都有福性 好 接下来看第四 精静 第二十八首 精静是要对置你的懈但心 这个呢 我要多说几句 在六度波罗密里面 每一个都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第六条 叫波耳波罗密 智慧 波耳波罗密像眼睛一样 他能引导你 若没有波耳波罗密呢 你呢 有手 有脚 你瞎了眼睛走路的时候 还是会撞到 所以六度都很重要 但是在不同经论里面会讲 哪一个叫重要 其实都重要 那第一个 要有口智慧 波耳波罗密 所谓波罗密就是呢 要跟智慧相应 但是在这六度里面要推动你 生生世世要行 菩萨道的力量在哪里呢 第四个 精静波罗密 精是指唇一而不杂 静是指不退步 精静波罗密是对着你的懈怠 有些人呢 生来就很好命 对不对 家里很好命啊 所以他就不用用人 烧饭 煮饭 洗衣服 他也不用打扫 所以什么东西呢 就是他很好命 结果长大了呢 还是很好命 到了佛呢 还是很好命 所以就很 little bit lazy 英文讲 very lazy not a very little lazy 就很懈怠 很散乱 那他呢 也不是不学火 还有一种要很懈怠的就是呢 专门拿佛经 发给别人 啊 你好 念经啊 念经 念经啊 你们念 睡觉 然后呢 你不要忘了回家要给我 这个也是懈怠 所以要对知自己懈怠 就应该要精静 请看经文28颂 在44页第4行 为求自立二成人 流见情如旧若然 故为立身起得缘 而发精进我者行 请看解释 假如为了追求成半智利的像申文 像圆诀 这样种姓的修行人 申文就依佛讲经说法而开悟的 叫申文 那是修四地为主 圆诀是观察因缘的变化而觉悟 这是十二因缘 称为辟之果 申文跟圆诀 虽然他是小成人 但是他是很精进的修行人 你看 他呢 还把精进当成每天的这个生命的宝藏 如旧偷然地修行 在阿尔汉 要证阿尔汉或证辟之果 也是要很认真地修行 现在在泰国 斯里兰卡 我们领域 还是有很多人证一果二果的 所以他们还是要很精进地去修持 那何况我们讲 大乘菩萨道人 我们就应该更精进不可以谢当 下面讲 那么对于自诩为大乘的菩萨行者 为了利益所有的众生而发起作为利益众生的功德的精进呢 就应该更不能够谢当 有关这一点就是佛子们应该努力去实践 这个并不难 请看幻灵点 看释迦牟尼佛在英里 他在雪山鼓行过五六年 这一尊我是在菩提家也买的 这个菩提树根的雕像 你看释迦牟尼佛他就业精进 纵约到他顺如财物身上都长减了 可是他目的是为了什么 希望自己早日开悟 能够救一切的众生 假如你是很懈怠的人 那我要建议你就应该买一个六道龙的鼓 然后看一张释迦牟尼佛水山鼓集讲 告诉自己写一个字 不要混得太凶 这样才会经营 或者有天呢每一天一天过一天 一天过一天 你能够活到几岁你并不知道 你想想看佛国他就要精进六年 那你想想看你有没有精进过六个月呢 所以不论在家出家都要用功精进 这是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精进的目的 看幻灵片 是为了自利跟利他 都希望一切众生都成功 你想我虽然精进一生稍微辛苦 每天早上很早别人睡觉 我早上起来做早课 别人已经睡觉了看电视呢 我还在诵经 可是你觉得呢 这个生命是很有意义的 为什么呢 这一生呢你过得很充实 很愉快 很有意义 目的是希望将来能够成功 所以精进有分三种 第一个叫深精进 二 口精进 三 意精进 好 请看幻灵片 深精进 请看西藏大礼拜 所以各位联友 我们虽然是道路伯法 可是也要像西藏一样 八月要拜佛拜 十万拜 十万拜 而且这个五体投地的大礼拜 那一般老佛上你不能拜 起码一天拜 一百零八拜 刚开始拜的时候 当然一定不舒服 拜第一拜还不错 拜第三拜 啪下去 拜第五拜 哎呀 都不能动 像猪啊 然后你就会想 奇怪 这没干什么呢 为什么这是浪费生命啊 拜的腰酸有胃痛啊 怎么还要拜呢 对不对 当然 刚开始拜的时候 你的心脏肯定受不了 可是假如家里有火堂 或在道场里 应该多拜 你的身拜佛的时候 你就不会做沙道敌的恶业 拜佛的时候 可以慢慢拜 拜个十五分钟 休息一下 喝个水 因为拜佛会流汗 所以你可以喝淡淡的盐水 然后呢 拜完再拜第二拜 就像你去跑步 一下子一下子就可以跑很久 跑个十五分钟 休息一下 然后继续再跑 不是呢 一下子一开始一口气 就像当兵可以跑五千公尺 有些人呢 不拜佛呢 就越长越远 这样子 一拜一拜下去 就站不起来了 对不对 所以拜佛是很好的运动 也是呢 撑住业障的方法 应该发心 在一段的时间里面 百十万拜 第二个 第二个你看 西藏人不认 拉玛精进 在家居士也很精进 这张我是在印度 朗沙拉里面 大招数拜的 你看这个老人家 快已经七十几岁了 老太太还很欢喜的拜 你看 大礼拜 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 还有拜谁 然后呢 因为我会讲一点葬礼 就说你好啊 他说我今天非常的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可以来这里休息 他说生命很短 我每天修行我很欢喜 他七十几岁 笑起来的时候 很萌啊 立下还漂亮 为什么呢 他有很多作文 可是你可以看到他有慈祥的脸口 不像很多人 老的时候就会担心 哎呀我很丑 一定要买很多的 这个很多的化妆 买化妆 其实他们呢 没有钱买化妆 但他们长得很慈祥 很庄严 为什么呢 从修行而来 这叫生精进 所以各位的理由 被传的佛教徒 大众佛法虽然很好 你纵使不接受金刚证 也没有关系 但是有很多地方 我们佛教徒呢 要好好的反省 你每天都在做什么 第二个 好 口要精进 口就像念经 念佛经 可是呢 我觉得呢 很多人呢 口常常都要造口 耶 为什么 家家有本 难念的经 对不对 我每天都要听 很多人念经 有本经 我都要会课 没有错 我想听你的苦难 了解的问题 帮助你的 这个解决你的问题 从佛法来鼓励你 可是我发现一些联友 在一起的时候 开始聊天 就开始家家勇满 来念的经 从呢 东家常西家抖 然后就开始念 念完了也讲是非 是非就讲八华 这是不好的 你想想口 就可以做很多的功德 口也可以造很多的肉业 所以你应该讲 没事少说话 多念经 多念佛 除非你讲鼓励人家的话 除非你讲佛法 帮助人的话 同样你想想看 虽然你没有吃素 也没有关系 但是你没有思考 我们吃肉的也是这个嘴 吃素的还是这个嘴 所以可见嘴 看你的心怎么用 那真正的出交人 或是佛弟子 不管大称跟金刚称 他常常多读佛的经 多读古门品 金刚机 普贤情愿品 多念佛 多念咒 不要去讲是非 不要去讲八卦 有一天 常常恶口的人 嘴巴是会歪的 甚至恶口的人 嘴巴是很臭的 而且恶口的人 你讲的话 是人家不会相信你的 接下来 应精进 就是要咒乐精进的禅修 学习佛法 包含花怨语文像 我拍的这张幻灯片 是在印度智慧里 他们年底的时候 所有的拉玛一起 为了所有一切的众生 点灯 点香 发愿 同样的你到了圣地里面 不要只刚刚去 哗啦哗啦就去照不下 然后呢 哗啦哗啦就走 你应该好好心静下来 共修 或是点灯 或发愿 这个叫应精进 所以你看看 在这里点灯的人 他每天从早到晚 点灯是有很大很大的功德的 在佛说 佛说施灯功德经里面就说 点灯呢有无量的功德 最后 不但可以心中充满智慧的光芒 最后呢 透过发愿你回向 也可以让一切众生都宠活 所以在这里我要鼓励 若家里有佛堂 也应该点灯 但是现在呢 因为很多人工作都在外面 注意为了安全 假如全家人出去的时候 应该把灯熄掉 这样的安全 传统上灯是不可以熄的 不过现在为了固利安全 社区安全 不要说因为你家呢 然后点灯 万一呢油烧掉 发生火灾 烧到别的左右灵舍的话 那人家是会骂你的 所以在鲁鲁鲁鱼 家里有人 你就点灯 全家人出去的时候 就像检查瓦斯水电一样 你会把灯熄掉 没关系 这比较安全 所以益精进 是常常心 像菩萨一样 行六度波罗蜜 莲花脱污尼 而不然这样的花月 回向 所以要深精进 口精进 印尽精进 接下来再看 丁谷 四十四一 地匿经堂 禅定 禅定是很重要的 禅定不单单是禅中要修 是任何一个宗派都应该修 看幻灯片 禅定的目的是对于你的散乱心 有时候我们的心 若不修禅定 你早早想想 从早到晚你想想看 你要工作 要照顾家人 跟朋友讲话 打手机 讲电话 有时候你觉得 你还讲久了很累的 心很散乱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心 若不修禅定的话 就会像脱香的野马 在草原里面跑 跑到最后 心是收不回来的 所以为什么 在阿兵哥当兵的时候 都要收心操 对不对 就是把你的心给收回来 所以各位联用 应该可以练习 在圣经之前静坐一下 静坐十分钟 你可以注意呼吸 数出或数入 选一个 一般来说 假如夏天很热的话 你可以数出 假如你 像女众身体很冷 或今天你生病了 很冰冷的话 你就数入 数出跟数入 选一个 然后呢 你的心慢慢就会定下来 然后呢 接下来从一数到十 十数到一 慢慢的慢慢的 你的心就会定下来 当然你在数的时候 你的心还是会胡思万象 没关系 练习 等到你心很定的时候 这个数字只是一个工具 你可以把它丢掉 这个叫数习观 所以请看二十九诵 四十四页第十六行 以具极指之圣观 能尽催灭诸烦恼 之以当月四无色 而修禅定佛子行 透过具备极指 极是极境 指是指的心 有一个所缘境 当心安住而不斗 这样子殊胜的观照智慧 就能够彻底催灭你所有烦恼 昨天我讲原响大师的故事就是 他为什么 在刹那之间 在喝到水的时候 他的心就开入了呢 因为他的心很定 我们反复的心都乱了 那有几个方法 来建议你 第一个 人家讲过的话 有迹象 很多人呢 跟他想说 啊 这样的朋友呢 都忘记了 那表示你的心很乱 第二个 小朋友念书们呢 对不对 念前面 后面不知道 念后面 前面忘忘忘 可是你也不专心 为什么你不专心 因为你的心很乱 所以呀 指观是很重要的 当然 假如你能够到侯堂 清静师父学 禅坐的课是最好的 在这里时间有限 也可以请你上商业金色的网站 我也有讲过 小指观 久住心 以及现在在讲 坐禅三昧经 禅定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连友 今生才刚发 菩提心 行六度万恶 这非常的好 可是有些连友呢 已经呢 多生多觉都修 不失实戒 忍入精进 不失实戒 忍入精进 你比较差的是什么 就是禅定波罗蜜 跟波人波罗蜜 所以对这两个 你应该更认真地修学 有些人说 哎呀师父我不会打坐 没有错 什么东西都要慢慢寻 你不要去怕 慢慢寻 你有佛系 属习官 是从南传北传 藏传都可以修的 所以慢慢的心定下来 你做事呢就有条理 不会慌慌张张的 所以你答应别人的事 要练习醒下来 假如你答应别人的事 你可以不晓得 你可以说我明天想一想 我明天再告诉你 答应人家的事 就应该去做 否则你答应人家的事情 却不做的话 就叫打忘了 将来呢 人家就不会相信你 表示你的心太散乱了 对不对 可是人很奇怪 什么东西呢 他都会忘记 但是年底呢 结账的时候呢 薪水他就不会算错 这是很有趣的 小朋友呢 常常呢 就想 妈妈你欠我压税钱 这个 您用钱了 他常常都不会算错 你想想看 为什么我们寄钱 会记得很清楚呢 表示我们用心嘛 对不对 同样的学习方法也像 你用心的话 你就会记得起来嘛 你不用心的话 什么就学不起来 下面讲 当你了解这场道理的时候 心不要急 急没有用 真正去了解 去修 真正超越四五色定 四五色定是天上的四种禅定 你了解 这个禅定啊 定的目的 是要让你开智慧 所以 不要执着禅定的这个功德 或神通 要知道禅定的目的 是要让你开 过日过日过日的智慧 有关这一点 佛子们应该要好好实践 所以请看幻灯片 释迦牟尼佛 他一生讲经说法 当他顺弟子为他说佛话 佛问问题完以后 他就入禅定 佛行众作物的时候 心都在定里面 所以佛的心很慈祥 也很宁静 所以当所有众生看到佛的时候 都会被他这种禅定的慈悲三昧啊 所感动的 所以清净心是我们禅定的根本 禅定又叫做禅难 所以你要常常训练的心 不要呢 总是很肮脏 很污染 多用心 多细心 多耐心 去学一些事情 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好 接下来再看丁六圣会 圣会 请看幻灯片 他目的是要对峙我们的鱼痴 很多人呢 比较没有智慧 那有很多方法 在这里待会会介绍 请看幻灯片 第三十竖 四十四一 第二十八 不会善巧 潜苦度 圆满无体 不能沉 不应聚巧离三轮 而修圣会或此行 他说 假如没有波日波罗密的智慧 而以前面的布施 实戒 忍入精进尘定 听好 前面五度 其他的宗教也有 你看基督教也有布施啊 也有守摩西实戒啊 对不对 他们呢 也有祷告啊 对不对 他们也要修忍入啊 可是他没有波日波罗密的智慧 回教呢 他们也要严守 回教的戒律啊 他们也有很多 灾戒月啊 玩玩蛋啊 对不对 可是他并没有 波日波罗密的智慧 所以 这一度请做一个记号 是佛教跟其他宗教 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假如你只是修前面五度 老实说 很难得了 很精进了 不过 还是不够的 那要怎么修波日波罗密呢 第一个 请你每天的功课 不管做多少 多念二十一遍波日新经 假如你能够念一部金刚经 会更好 假如你欢喜 念小品波日经 或大品波日经 那更好 但是起码 在送完新经 或波日经以后 新完送完以后 新静下理下 去思维经文的道理 那妈妈妈妈妈妈 你智慧就会开 很多人都会问我 师父 我的小朋友 读书不好 没有智慧 怎么办 念波日新经吧 小朋友最少念七遍 不能再跟我打折了 每一次呢 很多联友都来跟我讲 Discount More discount 不可以的 太多Discount 很难成果的 对不对 小朋友念七遍 大人念二十一遍 我台湾有个小朋友 对不对 他小学啊 三年级啊 整部阿弥陀佛经 都会背的啊 所以都要加油 成佛不是那么容易的 成佛绝对不是舒舒服服 就可以成佛 成佛得很用功 很精进的 所以他说 假如没有波日波日 是不可能圆成无上的问题的 为什么呢 因为去修这种具有善巧方便 而古光丝的三轮清净盛会 有关这一点 佛子应该要去思维跟实践 请看幻灯片 我下面用绿色的打出来 什么叫三轮清净 三轮清净是指三样东西 不执着第一个 能故事的人 第二个 所受故事的对象 或是你故事的东西 不要去做 这叫做三轮清净 一般人我们故事都会想 哼 看 我很有钱啊 对不对 走过去贫穷的人说 哎呀 老板啊 对不对 给我一点钱啊 就丢给他钱 结果他看了一眼 哼 我什么样 我就臭同钱 对不对 有些众生就是呢 你故事的时候 你更高我们的心给他的话 他会不高兴 有些众生呢 你给他太少 他还会骂你 我记得我去印度的时候 去朝圣 我看到一个人 已经是哑巴了 我给他钱 结果呢 他哑巴 还破我大骂 骂着我嘛 给他钱太少了 爸你啊 你看看 很可怜啊 师父给他钱 他还骂师父啊 所以他生生世世世都是哑巴 我都会怎么知道呢 因为旁边跟我讲 看到哪一个人 只要钱多一点 他就很高兴 钱太少了 他就会是破破了 你看 真正被接受牧师的人 他会有感恩的心 所以我们牧师啊 听考不可以有骄傲的心 菩萨我们牧师众生 我们还要感恩他 谢谢你让我修布施波罗密 所以菩萨救度贫穷的人 他还要感谢贫穷的人 如果没有贫穷的人 他不可能成就菩萨到 所以你看所有的 请看右边的佛像 这边呢 观世于菩萨 千手千眼观世于菩萨 你看他正中间 他一定合掌 你拜他 他也拜你啊 你要不要注意到 你对他很恭敬 他也恭敬你啊 为什么 他恭敬你是为了佛 所以菩萨呢 不会说 哎 小子 你很久没有来还愿了呢 对不对 你欠我很多呢 那一席呢 菩萨不会这样想 菩萨是无我的心 刚才他这样想 都是凡夫心 他是呢 以身为亲近 他不会是说 哎 我是大悲观世于菩萨 你怎么不来拜我 哎 菩萨不会有这个念 他反而对你很恭敬 因为你也是为了佛 所以 能布施的人 不可以骄傲心 还有 接受人家布施的人 要有感恩的心 不要觉得人家帮助我们 是应该的 人家不帮我们也是应该的 为什么人家帮助你的时候 你都没有感谢别人呢 感谢别人要从心里面 现在很多人都是假假的 啊 我感谢你呢 心里想 多一点 没 这样不可以 不可以 我觉得现在的人 真的社会呢 教育呢 很多人不太重视做人 而且跟人家抱歉 就说 啊 I apologize to you 你要真的从你的嘴巴 讲出来 心里要有抱歉的意思 很多人抱歉只是嘴巴抱歉 心里的时候 嗯 我还是对的 对不对 我只是不跟你吵而已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看到这样的 我会教训他 Pologize 就是不跟你吵而已 就是不跟你吵而已 从你的心里 知道吗 很多人平常道歉了 哎呀对不起了 我吓死了 心里想 猪八戒 其实还是我对的 就是这样 这样不可以 这样你将来都会变猪八戒 因为有你的心而变好 所以听好 接受人家故事的要感 嗯 第二个 所不失的东西 不要去计较风格的大小 而对对方真正需要 比如说 现在他肚子饿了 你给他黄金没有用吗 你给他面包法比较有用 他现在需要衣服 你就给他冬天的衣服 他希望呢 精神帮助他 给他帮助教育基金 你就要帮助众生需要 可是呢 你也尽心尽力 不在乎你的钱多少 所以不执着能不失的人 所不失的对象 以及所不失的东西 这叫三无不清静的智慧 这样子的话 你有将来无量无边的福报 反正要得到什么福报呢 简单的说 你心会平静 有智慧 第二个 你动什么念头 就会满你的愿 心想事成 就是要从这样做的 很多人心想事不成 那表示呢 你有很多的执着 你的心是不清静的 好 请看一下 在圣会里面 我要讲个故事 跟大家分享 请看幻灯片 有机会 各位到菩提家园去朝圣 可以看到 菩提家园呢 除了Mahabodhi Temple之外 有全世界的寺庙都在这边建 有南传的泰国寺庙 有北传 大圣 金刚圣 也有中国寺庙 现在所看到的幻灯片 是日本人建的寺庙 日本人在菩提家园 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 释迦牟尼佛用石雕 所造的 大概五六层楼高 非常的装品 日本人 我们要赞叹他 对历史文化呢 是考证非常的精细 而且保持很多文物的 所以他在这个 释迦牟尼佛呢 在旁边建了十大弟子 你可以看到 佛陀有十大弟子 左边五个 右边五个 很庄严 今天我要讲的是 须菩提尊者 须菩提 这是范文讲 须菩提 须菩提尊者是智慧第一 你看看他的长相 精进很庄严 有一天 先佛对须菩提说 须菩提 佛呢 释迦牟尼佛用神功力 用手 拿着两样东西给他看 第一 左手拿一个供养 舍利子的佛塔 右手拿着摩克波尔波罗密经 他问须菩提尊者 请问这两个当中 你要选一个 你要选什么 那须菩提尊者呢 当然他很有智慧 他说顺贵的释迦牟尼佛 我当然知道佛的摄利子 是非常尊贵的 因为摄利子呢 是诸佛戒定会的结晶 所以不是我不恭敬摄利子 当然摄利子非常好 现在全世界东南亚 很多国家都很流行 供摄利子 能够供摄利子 当然是很大的福报 在《法华经》里面讲 佛的这个大悲愿力 让末法众生呢 因为供摄利子 而有很多的福等智慧 所以真正能够供到真的摄利子 是很大的福报 不过现在真真假假的摄利子 就很多 就点到一起了 你要自己去判断 那什么叫真的摄利子呢 就是你供养以后 你会生清净的 戒定会的功德令 这是真的摄利子 真的摄利子 它会生的 假如你不恭敬生的话 不去供养它的话呢 好 摄利子也会不见的 这个是超空科学的 那摄利子就说 我不是不供养 不恭敬摄利子 因为摄利子是诸佛 戒定会的几个经 但是释迦牟尼佛 若是你要我在两个当中 选一个的话 我会选呢 摩克波尔波罗蜜金 为什么呢 波尔波罗蜜金呢 是一切金中之王 王中之王 请看看这篇 我有写 一切诸佛啊 都从摩克波尔波罗蜜 而产生的 也就是说 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 都是修六度波罗蜜 而且本达 空性的波尔波罗蜜 它才能成佛的 换句话说 因为它能成佛 所以它有戒定会的功能 烧出来 就会有摄利子 所以摄利子从哪里来 是你修戒定会功德 所以 你如果能够供养摄利子 当然很好 但是你要知道 不可以执着摄利子 有人都还会睡觉 哎呀 我家的摄利子长得比较大颗 你的比较小颗 我的有神通 你的没有神通 其实这些错误 摄利子是要鼓励我自己 也要像我一样 精进而修戒定会 有了戒定会 因为你自然呢 就会有功德力 所以摩哥哥尔波罗蜜经法 才是最大最大功德力 所以从这里可以让大家知道 不要去执着外向 丁考古没有说摄利子不好 我自己本身也有 释迦牟尼佛的摄利子 是西藏的上师给我的 对不对 我也很虔诚恭敬礼吧 但是看到摄利子 你要知道 是从哪里来呢 是要从昼夜精进的修持 所以佛说 念摩哥哥尔波罗蜜经的经典 的功德力啊 是你拜摄利子 更大功德的 这一点大家要了解 所以到最后说六度波罗蜜 不管你十年观世音菩萨 地藏保菩萨 或念其他佛菩萨 我说过 就算你升到静佛国土去 西方极乐净土 我东方要是净土 我见到没了菩萨 最后你都要唤一个人做老师 这是谁呢 大智文殊师利菩萨 所以请看幻灯片 被传佛教里古台餐 大智文殊师利菩萨 就代表摩哥哥尔波罗蜜 好吃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 再请看补充资料 四十四页第三十二行 《八福地心经论八心评》里面就说 请看 求最殊胜的佛火 八福地心有五种事 第一 见到所有诸佛 像好庄严 光明清澈 欲证除暗 除各种烦恼 所以你要精进的八福地心 你要想 为什么有些人看到佛像 他就很欢喜呢 因为佛菩萨生生世世修的功能力 各位不管你是看到的雕像 画像或佛卡 看到佛像要恭敬心 因为你能够看到佛像 这是佛的大悲愿心 而显现的 没有善根的人 或没有福报的人 是看不到佛像的 但是注意 很多人不要执着 这个佛像是男的或是女的 有很多人都问我 师父 观世音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 答案 不是男的 也不是女的 不能这样念 不男不女 你知道吗 他离开男重向 也离开女重向 我曾经教一个大患生 他的贪心很重 隐喻性很重 我教他念观世音菩萨 他每次念了很多都害怕 他说师父我们不敢念 为什么 因为我愿念 我觉得观世音菩萨太漂亮了 我说你这个人的罪业生存 要忏悔 你要打个梦想 打到观世音菩萨和佛像 不可以 那真的要拜佛 后来我叫他拜观世音菩萨 每天拜观世音菩萨 拜一百八八 后来拜完以后 他就念大悲咒二十一遍 心经二十一遍 后来他现在 看到观世音菩萨 心态就很清净了 为什么 想美女想太多了 那是烦恼心 知道吗 观世音菩萨都是清净庄严的 有些女生就很喜欢地藏王菩萨 为什么 把她当男人或是男朋友爸 这样也不好 佛菩萨都是清净的 她不像我们凡夫 是由父亲的所谓的精子 还有母亲的卵子和结合的受精卵出身 佛菩萨都是清净的功德力的愿力而产生的 她不是我们业力而显现的 所以佛像可以除灭我们的烦恼 所以假如你拜过的时候都还打妄想的话 那你更应该忏悔继续拜 拜久了 那你的业力就会忏除 你的烦恼就会减轻 所以我们比如说 若有众生多于淫欲 多于称慧 多于愚痴 常念 恭敬 欢睡佛萨 欢睡佛萨身上真的很慈悲 她就像妈妈一样 妈妈照顾小孩是非常非常慈悲的 所以看到佛菩萨 你要有清净心 要有恭敬心 你就会发不上余心 第二 见诸佛如来法身常住 身心清净庄严 都不染乎 像莲花而窟 污泥而不染 所以她生生世世都修集 修集什么呢 修集六度佛罗密 值得我们发不提心 接下来再看第四十五页 三者的第二个号 见诸如来 所有的诸佛如来有五分法身相 叫戒定五位 谢波 谢波是种烦恼当中得到解脱 谢波以后有谢波的正知正见 她的身心当中都充满了智慧 跟无上的妙法 所以我们这样子而发不提心 来修集 接下来第四个 佛他成佛的时候 或菩萨呢 他有很多的功德力 所谓功德力 像什么呢 举个例子 像很冷的时候 假如现在冬天很冷 你第一个喝什么 点辣子 或是点火取暖 火旁边有温度 对不对 你靠近火你就觉得不冷 对 同样的你靠近佛菩萨 你就感觉佛菩萨还有他的功德力 就像温度一样 他的功德力是什么呢 请看第四个 见诸如来 有实力 私无所谓 大悲心跟三念处 请这个去查佛学词底 我这个没办法一个一个讲 一个一个讲的话 我想大家就要打佛妻跟打残妻 就要住在慈慧禁院了 也就是说佛有很多很多 戒定会的功德力 可以设受众生 第五个 见诸一切的如来 最后有一切智 这里的智就叫做 摩托多尔波罗密经讲的 一切种智 他对世处世间 所有的道理 他都明了跟通道 佛对所有的众生 过去 现在 未来 他都知道 所以佛在世的时候 都遇到佛是很有福报的 因为你有任何的疑惑呢 佛都会告诉你解答 所以佛有一切智 是怜悯所有的众生 慈悲苦苦 能为一切愚痴的众生 或走错路的人 迎取正道 所以佛 因为思维这样 你会觉得 我们应当要发无上的疑心 这并不难懂 现在请看四十五页 第九行 看科判 几六 集 前面呢 讲完的六度波罗密 对峙我们六大类的唐纳 接下来 既诵三十一诵到三十四诵 告诉我们 作为一个佛定子 这么多这么多心情的方法 以下四条的背起来 不要照下面四种过失 什么过失呢 请看 顶一 自断几面 常常自以为是 认为自己对 别人都是错的 这样不可以 请看三十一诵 若未深究自明明 道貌黯然非法尘 故于己望横弯已 而立断之佛子行 所以说 请看下面的白话文 假若未曾自观自己的错误 己妙就是说 没有常常关照自己 反省自己 自己所做错的事 那有时候 当你烦恼起来的时候 就可能呢 外表上 你虽然是修行的人 可是事实上 你贪嗔痴的烦恼 却非常的多 却做一些不合佛法的事 比如说有些的联友 在听到佛提心的时候 就非常的好 可是有时候 他会用错 发佛提心很好啊 对不对 大家一起来做阴工啊 你要发心啊 你要发心啊 你要发心 都叫别人发心 结果他坐在旁边了 喝点红茶 这个就是什么 错误了 就是你表面上看起来 你很有修行 事实上呢 你都是的 最懒 所以 人要很诚实的 中国儒家都讲 无日三寝无生 要睡觉之前 你要静下来 我今天有没有做错事 做错事要忏悔 要改变 若没有做错 那就要很欢喜 若有做善事做对了 那就应该继续的保持 所以 要常常反省自己 有没有做错事 不要自己欺骗自己 因此 下面说 相训不断的观察自己的迷失 跟错谬 而且要想尽办法的 要断除他 这个一点是佛子行 应该要明立的 所以 诚实的要接受自己的错误 要有勇气 接受人家对你的建议 这是非常重要的 请看幻灯片 补充资料 在我 各位 如果听完经 今天晚上就可以上网 我们商业经社的网站 有 登录我做的法语 我们最近新出了一个 New Calendar 就是新的阅历 因为做的分数 很有限 只有五百分 所以其中的网站 阅历上面的法语 是我们做的 有中英文对照版 请看我们能片 先打起来 第一个要学习超越自我 Transcending yourself 第二个要进化负面的自我 Pillify your negative mindfulness 第三个要提升觉性的自我 Improving the enlightened yourself 可见呢 前几天我讲过一个故事 还记不记得 就是一个出家人的顽皮 喜欢突披这个虎皮 对不对 故意吓人家 就说明呢 给我们启发 其实我们作为人呢 有善根 但是也有很多的烦恼 人不是完美的 很多人做事都不用心 所以乱七八糟走 可是反过来说 也不要太极端 什么东西都是 引以律迹 引以客人 什么东西要完美 其实这个世界 没有绝对有完美的 但是呢 因为我们有善根 我们也有恶念 所以第一个 你要诚实的这个 接受自己 你假如不接受自己的话 你就不知道自己 错在哪里 要从哪里改啊 有时候你爸爸妈妈 讲你不好 你的先生 或太太讲你的缺点 或是你的好朋友 劝你 你就变成很固执 这样子呢 久了久之呢 你会失去很多朋友 为什么呢 反正你就是那么固执嘛 你就去放个头脖写头嘛 所以人生就会吃很多的苦 所以第一个 要诚实的接受自己 接受自己的好 也要接受自己的不好 要知道自己有优点 也要知道自己有缺点 也要知道自己有缺点 请看第一个 超越自我 怎么说呢 要努力的克服你自己 不适当的个性 与坏的行为 与习气 我有列上英文 比如说佛在世的时候 佛有个圣地子 他修行很好 但是呢 他常常有作口 他常常就喜欢骂人家 结果有一天呢 他看到了 他去脱波 脱波的时候到 红河旁边 因为他有神通力 他看到红河有一个女神 他就编一个句话说 你这红河小丫头 但是喜欢骂人家 你是小丫头 他被骂了以后就很不高气 就跑来跟释迦牟尼佛告状 说佛陀啊 你的弟子实在太没有水准了 对不对 怎么能出口骂我呢 叫横河小丫头 我是漂亮的美女 然后佛陀说 对不起对不起 来我叫他来跟你道歉 结果他就叫圣弟子过来 要替加沙 跟他道歉 但是当着佛东面前呢 所有圣弟子就说 横河小丫头 我给你道歉 你看看 他就说你看 他跟你道歉 他还是帮你一个小丫头 这是他恶口的习气 所以我们有说言者无心 对不对 听者有意 所以小朋友有没有不好的口头差 大人也有很不好的口头差 叉叉叉 这都是不好的 这些坏习惯要改 什么叫习气 习气而养成的一种气质 有人气质就很好 有人气质呢 脾气就很坏 讲什么东西 就是称心很重 讲妹两三句跟人家参加 有些人心就很急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行为 个性跟习惯 要一个一个去改 这个才要真正的修行 修行不单单只是在佛堂念经 念佛念咒 那个是方法 目的是要净化你不好的身口意的行为 假如你真正的圣经 圣得有得力的时候 你的心就会慢慢越来越柔 脾气就会越来越赶 慈悲心就会越来越强 就会有耐心 有信心 这个才叫修行的很好 修行不是我会要比说 你念一千遍的经 我要念两千遍 那你还是好胜心 所以第一个要诚实的 要改自己不好的实气 但是有一些人很奇怪 他很精进 但是他不喜欢人 慢慢慢慢他自己真的很精进 最后变成什么 很孤僻这样的不好 孤僻的话 慢慢就会变身文跟原决策 菩萨要欢喜跟众生相处 这一点要大家要了解 所以要超越自我 第二个 我们超越自我之外 还要净化负面的自我 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请恶念 每天请你要持续地 净化你自己所散生负面的念头 有时候可能昨天熬夜了 然后比较晚睡了 第二天平息就非常的大 有一天昨天因为被人家撑场了 我逛街逛太多了 做梦的时候满脑子都全部都是小皮包 有时候出去跑外路跑太多了 做梦的时候满脑子都是美女 你就当妄念 所以事实上我们每天都有善念 我们也有妄念 所以妄念要每一每一天都去像 每一天刷牙洗脸牙 透过修行来净化妄念 跟负面的念头 念头不要怕 听好很多人有时候都很怕 哎呀师父我很丑漏眼 我造了很多恶业 不要这样子想 不要太极端 我说过不要太狂妄 也不要没有自信 每一个人都有活性 但是你要真正去努力 不管你学什么法 你都要学着 我要能够控制自己的念头 真的要慢慢学习 就像一个例子 小朋友 你现在放他在房间里面玩 有时候他很有规矩的时候 房间会收拾很好 可是有时候他一发起脾气来 都所有的玩具都打断了 我们的心有时候也像小朋友一样 你照顾他的时候 他心很平静和欢喜 可是你的心如果不照顾他的时候 有时候他也很容易发脾气 对不对 有时候你们管外面的小朋友 这不不乖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内心里面有很多贪嗔痴的小朋友 也非常不乖呀 所以每一天应该要训练的 净化你负面的念头 慢慢慢慢透过学习佛法 文师修戒定会 最后诵经打坐念佛念咒 佛法一定有用的 我不敢说我很好 我这辈子起码我用功了就二十年 对不对 所以我越看会越年轻呀 事实上我很老的 今年过年我四十二岁了 但是人家看起来像二十五 对不对 我再用功一点 十六岁 不要讲十八岁 十八一种花 佛经里面讲 十六岁是魂珠师令妙童子 真的相由心生 你心很心情 为什么 第一 我很欢喜的 愿意吃素 第二个 我每天也打坐 是诵经 第三 我每天也读五经 所以你的心不同 相由心生 所以你每一天努力努力 经过十年 五年 十年 十五年 慢慢的努力 佛法一定有用的 你看看观世音菩萨 相由非常的方言 他也是清静庄严 很结修的 所以第三个叫 提升觉性的智慕 每天逐渐逐渐的 进化你的负面的念头 慢慢的你的心 就会像你皎洁的月亮 慢慢的宁静 慢慢提升你自己 在明确的正念当中 而且安住在觉悟的境界里面 这时候你走到哪里 行住坐 你的心就会很清静 这个是要练习的 你不练习不羞耻 你是达不到这个境界里 一般的凡夫都是这样 早上起来 很精进的做个功课 请问你们各位 早上起来都做什么 第一个早上起来 妈快点啊 我迟到了要上学了 妈就打小朋友 小朋友就这样扯 然后穿衣服 就这样子 无理无理就上班了 或上学 你看你的心多乱 假如你六点要上课的话 我建议你五点慢着起来 起来先静坐一下 想一想 人活着做什么 我念念佛 我收纵经 做一个简单的功课 想我今天要是无法到 我应该很开心的心 去上班 开心的心去上学 开心的心去帮助一切的人 你看你心啊 早一点起来 半个小时 你的心就给别人宁静 不会东拉西承 忘了这个 忘了哪个 对不对 你很愉快的心去上班 你看到大家 Hello Good morning 对不对 Everybody 就很糟 很高兴 人家看到你 你疯了 你今天吃错药 你管它 你很开心 人家妈咪呢 你也觉得没有什么 我听了 活子行三十七说 反正都是假的 没关系 不过讲假的 不是说不要认真工作 而是说 心呢 去面它不受万一影响 人家骂你 你也很开心 人家正大人意 你也很开心 人家都说 哎呀 你是不是吃了十全大骨丸 对 你心中吃了一个 佛法定心 所以你就更有聚会 更有消费去处理事情 所以你会觉得说 快快乐乐乐乐 也是过一天 痛痛苦苦 也是过一天 为什么你每天都鼓鼓脸呢 还是居然是欠你几百万的 这样 对不对 越苦就越丑啊 越丑就越苦啊 它是相互影响的 然后回到家里了 你会觉得 嗯 我今天很高兴 就好好睡觉 那万一口气不再怎么办 就往生极乐世界咯 对啊 真的睡下去 你没有一知到谁 你又会不会起来 万一你又起来了 好 继续行不上大 对不对 所以你的心呢 常常会在正念政治当中 就是你的觉悟啊 会比你很强 好的来 你也不要执着 修儒唤醒 苦进来 你要修儒唤醒 我昨天说过 不是都如菜 如一般吗 对不对 都不是真的嘛 都是诞实的 都是假的 你干嘛那么计较呢 佛法他伟大的地方啊 就是在这里 这是连世间心理学的医生 都讲不出来的妙方的 所以你要慢慢的去练习 慢慢你心中就有很强的觉性 慢慢有什么觉性呢 你会觉得 你烦恼比较少 晚上睡觉也不要做恶梦的 然后呢 你的脾气也比较好的 你的心里越来越快乐 这个快乐的不是跳disco 那种快乐 可能你看disco跳一跳 哎呦 腰还是闪到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运动过度了 肌肉会大伤 可是这个佛法的快乐 是从身口意当中 打起快乐 而且别人看到你 也会很欢喜 这一点大家应该要 信心去训练 接下来请看 比二 四十五 也一二十一行 佛定子 不到底过 就不可以 说再加出加 的过失 请看 记授三十二 因或说他 佛子过 突然 减损 自功德 故于引入 大乘者 不到底过 佛子行 他说我们凡夫 为什么会讲别人的过失 注意听 这里讲过失是 起恶心 故意毁放别人 注意听 起恶心 故意毁放别人 本来他只有一份过失的 你就故意把他讲得很夸张 跟老板说 哎呀他做错三分了 待会碰到家人的时候呢 发生了误会以后呢 你就把他故意炫两件七分的 过十分的 弄得满天的风尘风雨 这个叫不讲别人的过失 起恶心 故意要去陷害人 甚至这个意思 但是假如 好朋友跟好朋友之间 劝别人 那要有智慧 劝别人 不可以再当众场所 有些朋友跟朋友之间 就像姐妹一样 可是有些比较没有智慧 对不对 他常常劝人是在哪 大庭广众之下 这样子是很没面子的 他动不动在 哎呀我告诉你 你就是这么肥呀 对不对 叫我少吃一点吗 你不听我的话 天哪 我想他在大庭广众讲 这么丑对不对 这么肥 当然他生气 你讲的是真话 还是你选错时间的 还有你没有给人家有面子 知道吗 所以劝朋友要有智慧 要选对的时间 还要私底下 我们讲说呢 要常常说人家的好话 而不要说人家的坏话 所以假如你起善心 劝你的好朋友 那是对的 不在这一条里面 不要动一动的再给人家 背后人家讲人家过失 这是不可以的 朋友跟朋友之间 也要看状况 有些朋友是这样 可以讲他一遍 只能讲一遍 不能再讲第二遍 再讲第二遍 他就翻脸了 可是以菩萨道来讲 至少劝人家 应该劝三次 不要一开始就 发脾气就责为别人 尤其妈妈 我爸爸教小孩也是这样 每个小孩子呢 他都在学习